百年老龟真能干 播种八百就全足 让我们为您介绍这只老当益壮的象龟迪耶哥 他属于加拉巴哥象龟西班牙岛亚种 1976年这只老象龟从圣地牙各动物园 被送到厄瓜多加拉巴哥岛 只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为他兵维的物种传宗接代 而他真是鞠躬尽瘁啊 虽然已经有百年高龄 但在女士面前手脚可快的呢 迪耶哥跟岛上的六只雌龟 日以继夜的工作 不停的做 龟类保育者研究发现 该岛上2000只左右的乌龟当中 迪耶哥的后代就占了800只 大约是目前岛上野生象龟的40% 从前岛上曾有5000只大型象龟 维持繁盛的龟群数量 现在只要有这位英雄忍者归在 该物种的灭绝就会成为历史了 老兄 人是干得好啊